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马来西亚 尼泊尔 哈萨克斯坦等14个国家和地区 来到澳门进行各族 在参赛选手当中 实力和水平都相降折高 在澳门代表队方面今年派出的团队不算很多 因为有其他运动员去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以及其他比赛等等 今年只派了18名运动员参加今届的赛事 其中表演最出色的就是第三年参赛的郭麗庸 南三的郭麗庸杀入女子负70公斤级的决赛 面对着中华台北的刘利宁 郭麗庸虽然打得相当之积极 但看格上不及对手 在这里被对方打低 刘利宁直接判一本赢出 结果郭麗庸只可以屈居亚军 他赛口也表示有点可惜 但对今届赛事整体发挥已经相当满意 因为他身高很高 觉得很难打 但打下去觉得是有机会打到 但始终力量方面都是差点 都有发挥到自己的水准 就是平时的水准 虽然有点可惜 但都算满意 至于吴利威和李静怡 都是最后一年参加这行赛事 但就有点遗憾 不可以以一面奖牌完成今年的赛事 其中吴利威在男子负66公斤级的桂军战 对着香港的麦康年要斗到黄金加士 来到黄金加士 即是谁得到分才为之赢 吴利威在关键时候出现犯规的动作 累积第三面的王牌 最终被判落敗 我觉得我自己是慢热 即是我要打久一点 適应了才开始 因为我有两场都是打到黄金加士 即是开始慢慢適应到场 不是我理想中的这样 即是其实捉起跑那刻觉得有得打 但落到地上化给人 因为我第一场打的时候 已经被人锁了几次手 接着就是刚刚那场被人蹭傷 接着手就完全摄不到进去 做不到自己想做的动作 结果完结了金站的比赛之后 澳门游道代表队的比赛也密罗紧估 接着也会出现不同的比赛 因为下星期在香港有三天的国际游道训练营 三天游道训练营 完之后有另外一个亚洲杯 青年冲事年在香港举办 之后就是在台北举办的亚洲青年和青少年 进入禁决赛 还有一个公开赛 这两个赛事我们的运动员都会派对参加 国家队最终收获贵军 他们目前积极被战下去初举行的东京奥运资格赛 没错 国家队只要在资格赛拿到少组第一 就可以直接拿到奥运的入场圈 而本地的排球银排赛也进行得如火如吐 其中是女甲冠军率先诞生 红蓝在决赛以直落三局击败明豪 连续六届赢得冠军 今届的银排赛已经来到第五十届 类似甲组的冠军率先诞生 决赛就是由红三的红蓝对着明豪 梁安盈重扣得手 近五届的冠军都是红蓝的狼中物 两队在这个赛事的第二轮曾经碰头 当时红蓝以直落三局胜出 明豪要透过副方赛翻身 最终和培政A击战五局之下 以3-2淘汰对手 接着第二天就要打这场决赛 对于球员体力消耗相当大 第一局已经见到两队明显的差距 入局较慢的明豪只是在红蓝身上拿到8分 明豪今场致命箱人脚不柴 有部份主力球员都缺陣 在后备席上只有一个人可以替换 一个慢慢找回感觉的明豪 在第二局失误明显减少 追致落后17-22 红蓝进级过程先后击败陪正A和明豪 率先是继身胜方线的决赛 透了大约三个星期终于等到这场比赛 为了要令球队保持状态 教练加密了训练次数 拿完这一分后 红蓝率先进入局点 何家乔的发球直接得分 结果他们在这局赢25-17 大分领先2-0 第三局红蓝作出调动 换入多名的年轻球员 给他们吸收一下经验 但他们的状态始终不够稳定 开局后大被分落后 随即换入梁安营稳定军心 24-17 不过要拿1分都不是那么容易 一班年轻球员在面对压力之下 频频出现失误 被明豪有机可乘 加上陈美盈的发球带来不少威胁 明豪连拿7分之下 追至24平手要打凋事 可惜他们未能够承接后赏的机会 梁可宜的发球对方判断失误 最终红蓝凋事险性27-25 以直落三局击败对手 连续六届赢得银牌赛的冠军 明豪就是继续联赛之后 再一次输给对手屈举牙军 其实整体是OK的 只不过是换了新成员进来 就没那么稳定 如果是旧球员在打的话 就相对比较稳定 因为已经夹了很久 我们这次入局就比较慢一点 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局上的状态 但其实我们已经尽力了 所以其实可以保住 我们上次只有牙军 今次也是这样 其实已经很惊喜了 来到这一步 蜜蜜蜜甲组也进入百热化阶段 现在先和大家看六三的有乐A 对着辞青 有乐A首局先赢25比22 但之后一局出现较大的反差 劳景宇发球落网 输14比25 跟着一局辞青成胜追击 萧富城一扣球给对方难倒 这一球有乐A没有放弃 顺利就是把球拆回对方长驱 辞青再组织攻势 王晓涛的强攻 自由人接了出界 辞青这局就是赢25比21 连追两局大分反超前至2比1 两队就是上映2018年到联赛决赛的翻版 当时有乐A直落三局赢球 今场赢得不太轻松 虽然输的一方不是直接淘汰 会跌落副方赛 但相信两队都想直接赛入决赛 有乐A没有错失机会 最终连赢25比22和15比8 大分3比2险胜辞青 辞青率先打入决赛 而辞青在副方线的对手就是蓝3的红蓝2 红蓝2在副方线先后淘汰两支兄弟班球队 要再进一步先要问过惠面的奥进 红蓝2今场入局较慢 先输17比25 他们在首场比赛就是输了给奥进才要下副方赛 今场他们没有重度复设 结果他们连赢28比26 25比23和25比19 大分3比1反胜奥进进级 会同时称赢最后一个决赛席位 第三届23岁以下女子排球亚洲錦标赛 将会在星期六展开 露门今年继续会派队参赛 今届赛事一共有13支球队 会分成四组以单循环形式来进行 每组前两名就会附身淘汰赛的阶段 代表队主教练吴伟强就说 为了参加今届赛事 由年初开始已经被战 认为目前的状态不错 状态现在是不错的 因为特别禁忌 我们除了常规的练习之外 我们还加了很多体能训练 让他们在状态不断提升 主要是在接法球环节做好些 然后我们进攻那里 尝试再多些变化 今届赛事奥美社会被编入D组 同组有哈萨克、香港和斯里兰卡 前两届都有参赛的罗永森 今届以队长身份出战 他就说都有不少的压力 今次是第一次自己做最大的 压力一定有 但是看看如何面对 之前可能不整身脚 状态未到最好 都算OK 都有七八成 赛事在今个星期六起一连九日 在越南河内举行 代表队星期四就会出发 首场比赛的对手是哈萨克 夹了足球联赛来到尾声 倒数第二轮上演一场焦点大战 已经提前奪得冠军的周北基 迎来蒙迪卡罗的挑战 最终周北基迫回首循环的一战之手 不过过程可谓峰回路转 周北基早段已经先失两球 直到比赛尾段才追成平手 更惊心动怕的一幕 在保时阶段出现 结果凭着队长迪亚高 攻入第三个入球 最终三比亚绝杀蒙迪卡罗 夹了足球联赛倒数第二轮 上演一场大战 黑衣的周北基对蒙迪卡罗 不开赛两分钟 周北基就已经落后两球 不过仍然有大把时间 被周北基去追 队长迪亚高 在哪里乖巧 把球倒入网 却助周北基在上场十二分钟 先追一球 之后双方继续製造攻势 蒙迪卡罗这边 基巴图的头锤就紧紧高出 周北基的攻势更加到辱 施华的头锤更微 不过仍然落在周北基的脚下 半奴的保射被对方球员化解 上方就你一段我一段 障建聪的软射被对方门将祖安轻松没收 半场仍然领先2比1的蒙迪卡罗 在换边后禁区边就迫到一次罰球 不过主力的张海山射门毫无威胁 周北基在上一轮4比0大胜加2 已经提前两轮封凰 但美中不足的就是今季首循环 输过给蒙迪卡罗 次循环当然想抱一战之仇 队长迪压高再一次见功 在尾处射成2比2 时间是圆场前15分钟 蒙迪卡罗在上一轮领先3球的情况下 就被施卜亭在尾段连追3球迫和 今场同样未能把握好的开局 这里门尾已经救了一命 后防可以说大乱在比赛尾段 到保时阶段也是守不住 林嘉诚在左路传中 后想迪压高射入绝杀的一球 在保时的2分钟 结果不忌凭着迪压高想以帽子气法 3比2反胜蒙迪卡罗 而粉蓝三的清风对发展队 这一场赢球可以锁定联赛亚军 开赛14分钟由高尾斯先开记录 这位队中神射手在13分钟后再一次有单刀的机会 今场就个人回开二度 半场就维持2比0的优势 发展队在过去16轮只赢过一场 已经确定降班 虽然会面后有梁志成的入球 最近到1比2 不过清风很快就有回应 獲鹿加罗吉高出大位时起脚 清风就领先到3比1 在原场前三分钟清风3打2机会 阿洛特就选择自己来 最终协助清风锁定4比1军局 並且鎖定聯賽亞軍 接著就看紅衣的賓菲加對著士卜亭 高米斯導師都兇了 貼球下來 看到定之後再起腳 開賽9分鐘為賓菲加打開缺口 還有艾美達的頭鎚將比數改寫成2比0 士卜亭上一場迫和蒙地卡羅 不過未能將這股氣勢延續下來 來到這一場 半場落後0比2 高米斯導師今次用頭鎚畫出一條漂亮的弧線 在下半場9分鐘 賓菲加已經擴大到3球優勢 之後還有施殺在門前撿雞射入胸門 首場環交手賓菲加輸2比3 今場成功復仇 亞美達接應全中射成5比0 賓菲加還有施殺 找到今場個人第二球 勝負已經沒有懸念 保時階段李錦雄 憑著各球攻勢為賓菲加感上添花 最終以7比0大勝攝不停 接著第一場互級大戰 由深藍衣的警察對著添益 賽前警察載積分放落後添益5分 今場只要贏球就能夠保住互級希望 將他頭緒頂入 但球證肆意越位再先入球無效 無勢退路的警察可不敢吊耳輕心 將來再一次把球送入網 球證就吹犯規再先 半場雙方未有交收 相未之下添益的任務就簡單少少 今場只要守和就能夠成功互級 不過在原場前的11分鐘失手 後面入體的梁立新一位警察打破僵局 形勢變得明朗的警察 之後越踢越順 控制的陳俊輝見功 最終警察就2比0擊敗添益 這兩隊哪一隊要降班 就要去到最後一輪先確定 之後跟大家看看排在中有位置的兩支球隊 淺藍衣衣的行勢對加儀 兩隊只剩下兩輪 都是為更好的排名而努力 不可在11分鐘 阿力斯冷靜射回軟柱 為行勢先開記錄 相隔只有5分鐘 行勢把對方解位失誤 再找到入球機會 見功的就是阿樂 落後的加儀 成功將球送入網 不過泰亞高這一球 就越位在先 入球判無效 半場領先兩球的行勢 上一季首次升上甲組 就能夠拿到第七名 今季力增更加高的排名 換面後 阿力斯攻入今場第二球 將比數改寫成3比0 梅開二度 還有另一名愛援球員 阿樂為球隊建立4球領先優勢 加儀借憑著陳伯串的佛球破彈 結果行勢就以4比1擊敗加儀 之後看看積分榜的形勢 周筆記及青鋒已經鎖定聯賽的冠亞軍 奔菲加取代這一輪失分的蒙地卡洛星上第三 而行勢就以較佳的對賽成績力加二排第五 發展隊已經提前降班 至於添益及警察 就要到最後一輪才知道哪支球隊 下一季要降到月早比賽 在接下來的最後一輪聯賽 有四場比賽就要移私到澳門運動場上演 星期四的7點05分 就有行勢對蒙地卡洛 而第二場九點鐘就有奔菲加隊添益 而星期五的7點05分 就有警察對發展隊 這場就會繼續在連峰球場比賽 而星期日的Iman6點就有青鋒對嘉儀 而殺科戰就是晚上8點 由已經拿到冠軍的周筆記隊士不停 星期日的兩場比賽就會在澳門運動場上演 這段時間先休息一會 節目第二部份回來會有其他本地體壇消息 歡迎回到節目的第二部份 第四十二屆澳門分靈游泳賽 經過四場比拼之後 各個項目的冠軍都順利產生惑法 沒錯在最後兩個比賽中 有一個大會紀錄被改寫 就是蔡奧輝男子18至24歲組 200米蛙泳游出新紀錄 第四十二屆澳門分靈游泳比賽 經過四場賽事之後 各項的冠軍和男女製造各五個年齡組別的 個人全場禁標也名花有著 現在和大家看看最後兩個比賽日的情況 最後兩場賽事一共刷新了一項大會紀錄 就是現在畫面影著的男子18至24歲組200米蛙泳 但白色泳墓白露的蔡奧輝 在最後50米脫開了凌陽的履行 最終以接近8秒的優勢贏到冠軍 游出的2分32秒90 同時打破了劉俊邦的大會紀錄 將舊紀錄推前4秒19 凌陽的履行就拿到第二 至於女子13至14歲組200米蛙泳 焦點落在第四線重新的鄭詠芝身上 鄭詠芝亦是繼李安琪和鄭詠琳之後 澳門近年湧現的蛙泳新星 一出發後鄭詠芝已經成功帶出 之後亦同時間競賽 他在頭兩場賽事已打破50米蛙泳和200米 個人混合泳的大會紀錄 今場亦向著張詠蘭的分寧和大會紀錄進發 最終在沒有受到威脅下游出2分49秒27 雖然未能打破紀錄 但鄭詠芝憑著4場賽事穩定表現 亦得到類似13至14歲組個人全場錦標的冠軍 而在類似11至12歲組的八位大戰 前三位都是由六球的泳手包辦 但藍色泳舞的陳佩霖游出1分06秒15 只是晚帶會紀錄0.92秒 隊友司徒小偉和黃海彤分別拿到23名 頭三名排位亦是類似11至12歲組個人全場錦標的名次 而在男子18至24歲組100米自由泳 就鬥得激烈 兩位集訓隊的成員要去到最後的10米才分出勝負 畫面下方白露的張迪琪 就最後以接近一個新位的優勢力壓隊友 蔡奧輝拿到冠軍 不過游出的成績是55秒55 張迪琪賽後就表示不是太滿意 不是太滿意 平時都54 這次目標是53但也做不到 另外是類似15至17歲組100米自由泳 楊秀偉和陳芝玲要鬥到最後 在最後15米看到黑色泳舞的楊秀偉 在畫水的效果仍然保持一定的質量 而且相當之有力 最終就以一下手的優勢力壓陳芝玲 拿到冠軍 游出的時間是1分03秒05 陳芝玲晚0.16秒拿到第二 澳門拳擊公開賽 級界吸引多個地方共22名的拳手參賽 澳門的莊恩是男子60公斤組 擊敗香港的藝浩文奪得冠軍 而另一位本地拳手梁建峰 就在男子64公斤公開組 擊敗香港的米基爾收獲禁錶 澳門拳擊公開賽 今屆賽事吸引到香港 珠海、廣州、江門和本地一共22位拳手 各族公開組 新秀組和表演組等11場比賽 比賽之前拳擊總會都舉行了同樂日 來吸引更多的兒童在小時候就參加這個項目 在這裡看到比賽當日都吸引到相當多的家長和支持者 來到現場支持 今次的賽事每場比賽會有三個回合 其中是男子64公斤級的公開組 紅方澳門拳手梁建峰對香港的米基爾 梁建峰在首回合才是試探對手為主 不見有太猛烈的進攻 今次比賽每回合會鬥三分鐘 經過第一回合之後 梁建峰休息回來多次利用新型上的優勢 採取進攻 這裡看得相當清楚了 梁建峰高對手半個頭 這位澳門拳手是之後的兩個回合加強進攻 並且利用新高守場的優勢 用遊走的戰術牽制著米基爾 而且都收到不錯的成效 加上對手體力下降 梁建峰連續出拳 令到米基爾亡力還擊 結果梁建峰以5比0大勝米基爾收獲錦標 梁建峰打完這個比賽之後 月中也會去到印尼出戰總統盃 在權總重點培訓的三位本地年輕拳手 包括梁建峰、陳敏敏 和畫面所見到 紅方的莊恩都有參賽 其中莊恩在男子60公斤組方面 對著香港的魏浩文 大部分時間都處於上風 同樣都是休息完之後 回復了體力 再向對手施戰猛烈的進攻 這裡逼到魏浩文下角落頭 再不斷出拳挪分 之後的兩個回合 莊恩都沒有被太多的機會毀浩文 最終莊恩以4比1擊敗對手奪得冠軍 至於是女子方面 將會代表屋門出戰全國青年運動會的陳敏敏 本身會出戰57公斤組 但是因為對手 來自珠海的朱仙迪因雙退賽不戰而勝 奪得該個組別的冠軍 第30屆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在意大利舉行 澳門代表團派出22名運動員出戰其中5個項目 沒錯 其中在游泳項目方面 周文浩和黃文慧雖然未能收獲獎牌 不過分別打破男子200米花泳 和女子100米養泳的澳門紀錄 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是兩年一屆的綜合性運動會 澳門今屆也派出22名運動員出戰其中5個項目 分別是游泳 劍擊 游刀 泰拳刀 和田徑 開幕式後代表隊各個項目都慢慢亮相 其中在游泳方面都做出佳職 周文浩在藍子200米花泳 以破澳門紀錄成績進級半決賽 時間是2分15秒09 不過入到半決賽就只做出2分15秒24 未能晉身到決賽 總成績以第16名完成 而黃文慧是女子100米養泳 亦都打破澳門紀錄 游出1分05秒04的成績 但就未能晉級 至於鄭永林 崔洛鎔 吳智力 林思壯 劉進邦和徐永同在各自組別都未能晉級 至於柔道方面 歐陽幸耀 黃紫營 分別是女子57公斤級以下 和52公斤級以下 不敵土富曼和波蘭的選手 是32強止步 而鄧麗敏在女子63公斤級以下 是32強輸給日本的選手 之後在復活賽不敵蒙古的選手 未能晉級 至於劍擊方面 鄧熙和吳偉傑分別是女子 和藍子個人花劍御賽止步 而許文傑就在御賽成功晉級 最後就以7比15不敵中國的選手 64強止步 而在泰拳道項目 鳳凱晴和何智東分別出戰女子 和藍子個人品勢預賽 鳳凱晴只是以小組第九完成 無緣半決賽 而何智東就得到7.482分 以小組第七名成績進新準決賽 至於田徑方面 臨採棋在藍子100米也未能更進一步 效出11秒56的成績 是資格賽止步 澳門足球總會為了響應亞洲足協提倡草根足球 已經連續四年舉辦草根足球日 以往在科技大學球場舉行 不過今年就改到鮑斯高球場 活動分別設有三個組別 分別是5至6歲 7至8歲和9至12歲 內容包括小型比賽和遊戲性質的練習 等少年和兒童享受足球樂趣 同時推動足球發展 其實這個活動是不可以說 一年就可以收到成效的 因為這個活動 基本上很多都會慢慢培育小朋友 在足球裏面最少5年以上 才可以看到澳門的足球 有甚麼進步有甚麼發展 因為聽到這個活動之後 就很想參加 因為可以帶動怎樣踢球 還有學到怎樣和人合作 而今年也都新增了足球四國賽 參賽隊伍包括體育記者協會 體育局 施政署和虎聯 最後跟大家提一下一項慈善活動 明愛慈善泡已經連續第四年舉辦 分為公開組 親子組 雙見組和見酒組 合共3500個名額 在限定時間內完成挑戰的參賽者 將會獲得由大會攀發的紀念品 為了鼓勵更多人參與 今屆繼續設有線上跑 在活動當日 參加者在任意地點完成3公里的運動 並將數據上傳給主辦單位 就可以獲得紀念品 明愛總幹事潘志明表示 今年增加了親子組的名額 希望吸引更多小童參與活動 今次線跑所求得的線款 將會用於改善安老服務 活動將於10月6日在澳門大學舉行 而報名日期由星期三開始 直到9月10日 今年的澳門賽車節 在廣東國際賽車場圓滿結束 吸引近百名車手參加 場面非常熱鬧 賽車節一共進行了三項比賽 其中大灣區GT杯是首次舉辦 主辦單位期望 將GT賽車運動普及化 第66屆澳門格蘭胚治大賽車即將在11月舉行 澳門賽車節就是為這個大賽 先拉開序幕 今年新增了大灣區GT杯 目的就是希望吸引更多港澳車手參加 大灣區有一個非常好的條件 澳門是可以很容易去到的地方 所以在這一方面 很明顯可以帶動到 方便到一些運動員 可以在這些地方參賽 甚至乎練習 很容易給到很多機會 他們去到這些地方 吸收多一點經驗 大灣區整體來說 對香港尤其是港珠澳開了 橋開了 對我們去每個車場的時間縮短 簡單來說 在大灣區活動範圍內 如果有新車場起 對我們一定有幫助 尤其是我們對我們車隊 因為我們車隊的物資和車 都要放在不同的車場 如果大灣區多些車場選擇 我們對我們技術的進步 是有一定的不同的 大灣區起了很多不同的賽車場 變勾對澳門車手 或者香港車手也好 多於很多選擇 尤其是大灣區 現在起碼有三、四個 或者四、五個賽車場 對於我們來說 一定會是好 多於不好 今年的澳門賽車節 共進行了三項比賽 近百名車手齊集為 爭奪大賽車兩項賽事的參賽資格 分別是澳門房車杯和大灣區GT杯 其中GT杯的賽事 就是採用國際器聯的現有規格 希望盡量達至公平、公正 有透明度的競技平台 爭取更多業餘的GT車手 參與澳門大賽車的比賽 其實今次的賽事 GT杯的車種各方面 給予我們大灣區的車手 例如澳門、香港 去接觸GT 之前可能接觸GT的機會 對某些車手比較少 但現在有了大灣區 變成車手多了機會去接觸 為何會吸引我參加這個賽事 主要是因為我們之前參加的賽事 都是靠自己車隊 或者車手去研發的賽車 可能中間會有很多問題 是不得完善 可能比賽途中 會有很多小整車 或者要更換零件 但這個賽事 大灣區GT是用一些 接近原裝街車的賽車 去做一個比賽 改裝幅度比較少 變成享受賽車 和享受將車在技術方面改進的機會 比以前的賽事多很多 近年港澳汽車和超跑市場的增長 帶動了GT比賽的誕生 但礙於場地的限制和入場門檻 令港澳車手缺乏了競技的平台 這次的比賽正正為他們提供磨練的機會 威美奈大賽做好準備 外車的條件各方面 大家都很平均 可能每一場有些加重 或者有些車手贏了 再平均大家的實力 相對其實很好的 對於車手的競爭上 可以提升技術 對於我們一些小車隊 改裝研發支援方面 不需要那麼大量 可能都是儲備一些後備零件 可能降低了我們的開發成本 今年港澳汽車節圓滿結束 各個車手接下來 就要為大賽車做好準備 第66屆港澳汽蘭Page大賽車 將會在11月至14日一年四日舉行 又來到體育腦的時間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是羽毛球代表裴彭峰 裴彭峰由小學二年級 就開始接觸羽毛球 一路走來亦遇上不少的考驗 一起看看他的故事 他已經進進去 一路走來亦遇上不少的 他也有帶走 你跟自己交給它 他也有的 就好,那些了 從小學二年級就開始接觸這個羽毛球運動 當初其實羽毛球和足球我都很喜歡玩的 但是後來我踢球就有一次不小心弄傷了 那兩樣之中我只可以選擇一樣我就選擇了羽毛球 你剛才跑完了嗎 剛才是呀 跑完了 我們準備放鬆拉筋 等一下回去洗澡就休息一下 好 真的好多謝我爸爸媽媽他肯付出這麼多時間去陪我訓練 或者照顧我的起居飲食方面 我也覺得他們是辛苦的 做得很好這方面 我的偶像是林丹 因為他拿了兩屆奧運冠軍 我一屆都很難他還要拿到兩屆 我妹妹就不太喜歡跟我打 她跟我打基本上都是收拾一下球 就是今年都打算混雙拍他 但是我看這個時機還未成熟 就出面先有機會了 可以一起衝擊一下冠軍 因為我現在又沒有上學 還有又沒有工作 所以我訓練方面的時間都是有的 就是早上可以一年夜晚又可以一年中午就拿來休息 我想我出去比賽最難忘的就是亞運 都是我參加最大型的賽事 我出發亞運之前就沒有想過自己可以有一場勝仗 我都挺滿意 而且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難忘的賽事 我打羽毛球這麼久 我應該就沒有想過想要放棄 因為我始終都挺熱愛這項運動 我期望我可以繼續熱愛羽毛球這項運動 慢慢一步一步去突破自己 學到新的技術 今天 今集節目又差不多 京健群英除了在星期二晚上10點半首播之外 在星期三上午10點半 下午3點 在澳市澳門、澳市高清和澳市體育都會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瀏覽我們的網站 重溫節目的內容 提提大家 本台在星期二開始會直播溫布頓網球錶標賽格 而週末有日積的賽事 記得留意收看 今集節目來到這裡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會 拜拜 有請